有粉丝问我黑暗风少女是什么 怎么画 黑暗风格其实可以约等于哥特式风格 是以黑色系为主的哥特式服饰 加上苍白的妆容 给人一种悲伤阴暗的美感 哥特最早是文艺复兴时期 被用来缺分中世纪时期的艺术风格 它的缘由是来自公元三至五世纪 侵略意大利并瓦解罗马帝国的德国哥特族人 在15世纪时 由于意大利人对这段历史情仇始终难以忘怀 因此将那段时期的艺术风格 称呼为Gothic 即哥特 意为野蛮 尽管哥特这个词多少有些负面的意味 但事实上为数众多的哥特风格作品 其艺术价值是非常高的 而现在的黑暗画风 更多是汲取了以前的元素 在风格上自成一派 今天带来的这组黑暗风盔甲萌妹 就是很好的参考 来自韩国角色概念设计师Eric 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游戏角色设计 以及游戏开发的相关工作 在13年的时候加入NCSoft 曾参与制作游戏 天堂永恒 惊天动地2 他设计的人物角色 多与盔甲战斗相关 身上将金属质感和黑暗甜美少女相结合 亮丽的饰品 盔甲的坚硬 以及布料的柔软 在他的笔下 总能恰到好处地呈现出来 这样的开价萌妹 在搭配上画风炫酷的板绘后图 啊 又是今天做梦的素材了 哈哈 好了 以上 看画作来画战 客观明儿节 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